美国国家航天局在短短60秒内用了将近4000吨的水 水流喷涌高达30多米 原来它这是在为火箭发射做准备 火箭发射时为什么要喷水 在升空的短短几秒内一次耗水500吨 难道只是为了降温吗 其实这种喷水装置又叫大流量喷水降温降噪系统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它的作用不止降温还可以降噪 假设一个火箭起飞时其总质量为500吨 火箭的八台发动机同时燃烧 那么从喷管中喷出的燃气流温度将会高达1300摄氏度 这么高的温度如果不加以处理 很容易就会对火箭自身以及发射台周围的设施造成损坏 如何降温是一个关键问题 一方面人们在火箭的外壳上涂上耐高温的特种材料 另一方面就简单粗暴的直接用水来进行降温 可以看到在发射架的旁边有一个高高的水塔 里面容纳了将近700吨的水 在火箭发射瞬间整个喷水系统立马运行 短短10秒内就可输出500吨的水 其中有30%受热气化蒸发的空气中 有测试表明这个喷水系统可以在几秒内有效降低温度900摄氏度左右 不过这么多的水并不只是用来降温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降噪 水也能降噪吗 它是如何降噪的 首先在水喷入火箭尾部的燃气射流时 通过动量的交换可以降低因湍流脉洞造成的噪音 而且它还可以降低燃气的温度与速度 从而减少气流噪声转换的效率与生能 另外呢水预热后形成的雾化气化液态水等 与燃气充分混合 形成的特殊混合层结构也会对噪声传播形成一定的阻碍 最后就是冷水喷入燃气射流 还可以通过改变燃气射流的传播轨迹和波系结构来降低噪音 以欧洲阿里安5运载火箭为例 阿里安5运载火箭研制初期 其降噪幅度就已达到不低于5分倍的效果 经优化后更能达到不低于10分倍的效果 降噪作用十分明显 另外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火箭发射时除了燃烧的火焰 大量的白雾也是一大特点 那么这些烟雾是怎么产生的呢 其一是由于过冷的液体燃料在超压排出时 变成气体引起的 剩下的大部分都是由喷水系统吸热气化产生的 这些烟雾虽然看上去人畜无害 但其携带的高温 以及瞬间产生的冲击波 如果不加以引导扩散 仍会危及火箭以及地面设施的安全 这时在发射台下方 几十米深的导流槽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铺面图来看 导流槽就像一个张开的翅膀 主要分为入口段 导流面 导流通道 和折流段几个部分 其中入口段 正对火箭发动机尾部的喷管 它能将火焰喷出的燃气 第一时间引导到地下 然后经导流面 向两侧通道流动 最后在折流段调整方向 回到地面 扩散开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